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自从到香港接触师父上人之后啊 听童修介绍说 师父每一年的 腊月三十 正月初一 都坚持讲经不中断 想想师父上人 已经讲经说法六十多年了 如今已经年近九十 还仍然不忍圣教衰 不忍众生苦 每一天坚持讲经不中断 那我们作为后学晚辈啊 又是顿根之人 更加应该努力精进 不敢浪费啊 一点点的时间 所以我们今天呢 和大家继续学习 群书制药三六零 我们请看第二十三句 曾子曰 无日三省无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这句话呢 出自群书制药卷九 论语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 曾子说我每一天都要多次的 从三个方面反省自己 为他人办事 是不是尽心尽力了 与朋友交往 是不是讲究信用了 老师传授的 同时也是自己将又 传给学生的学问 是不是已经反复温习 并身体力行了 那么这一句话呢 我们看啊 曾子曰 曾子 据史记仲尼列子 弟子列传记载 曾子名身 比孔子啊 小四十六岁 孔子认为 曾子能够通达孝道 所以就传授他学业 做了孝敬 孝经这本书 是孔老夫子专门 传给曾子的 首先呢 就是因为曾子他本人 以孝著称 所以孔子才把 智德要道 传给了曾子 而另一方面 曾子之所以能够传承老师的 智德 要道 也是因为他非常有恭敬之心 在孝经中记载啊 孔老夫子和曾子讲话的时候 首先给他提了一个问题 说古圣先贤啊 有至高的德行 至简要的道理 能够使天下和顺 老百姓之间呢 都能够相亲相爱 上下之间 没有怨恨 以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啊 就是没有上访的 这些事件 社会呢 呈现出 安定和谐的局面 那么你知不知道 这个智德要道 是什么呢 曾子一听老师啊 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他马上怎么样呢 必席曰 他就是赶紧恭恭敬敬的 起身回答 身不敏 和足以知之 说啊 我不够聪明 不够通达 怎么能够知道 这样的智德要道呢 所以我们从必席 这两个字呢 就能够体会到 曾子对老师的 那种恭敬之心 老师一提问呢 他不能还在那儿啊 坐着不动 马上呢 起身回答 正是因为他有这样 恭敬的态度 所以才能传得大道 那么曾子在 孔子的弟子之中啊 也是以孝著称 他有两个典故呢 是非常有名的 孔老夫子曾经说啊 身也鲁 说明什么呢 说明 曾身在所有的弟子之中 并不是最聪明的 他很鲁顿 那么他的鲁顿呢 从其中的一个典故啊 就可以看出来 有一次啊 曾子和父亲一起去云苗 结果不小心呢 本该把草给除掉 但是啊 却把这个苗给除掉了 曾身的父亲一看呢 就非常的生气 在情急之中 拿着这个大杖啊 就打在他的背上 曾子呢 他就没有躲避 结果这一下 打得太重了 他就被父亲打昏在地 结果他起来之后呢 还向父亲呢 去请罪 还很关心父亲的身体状况 说不知道啊 您刚才教诲我的时候 是不是生气了 对您的身体 是不是有影响 那么为了让父亲安心 曾子还原琴儿歌 开始弹琴唱起了歌 这个歌声啊 还欢快 意思是让他的父亲知道啊 自己的身体并无大碍 请他的父亲放心 大家认为曾子啊 尽孝尽到了极致啊 但是孔老夫子 听到这件事的时候 却非常的生气 当然我们知道 圣人的生气啊 都是视线 并不是真的发怒了 他就说啊 你们告诉曾子 不要让他再来见我了 曾子啊 他是一个对老师 非常信任 非常恭敬的人 尽管老师这样说了 他仍然啊 自己不敢去见呢 仍然请人 向老师请教 自己 为什么 做错了 老师为什么不愿意见自己 那么孔子就说啊 他说 假如你的父亲呢 在圣母之下 一不小心 把你给打死了 就会陷你的父亲 于不义之中 因为别的人说起来啊 就会 说你的父亲啊 这么样的狠心 结果把自己的亲生儿子 都给打死了 那么这种做法呢 不仅不是笑 反而陷父亲于不义当中 那么他就告诉曾子啊 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 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是小杖则瘦 大杖则走 如果父亲拿的是小柳条 这样的小的 很轻的东西打你 那你就可以接受 如果是拿的很重的 像锄头这样的东西打你 你赶快就跑 不要让父亲打到了 那么曾子从这里啊 才知道了 孝并不是一味的顺从父母 一味的顺从父母呢 可能还会陷父母于不义之中 那么关于曾子孝道的 另一个典故呢 我们也可以从中啊 深深的受到启发 曾子的一位朋友啊 来见曾子 恰好呢 他有事外出了 不在家 我们知道古代啊 交通不是很便利 一个朋友来找曾子啊 也可能走了很远的路 肯定是有事而来 曾子的母亲呢 非常有人词之心 不想让他的朋友啊 白跑一趟 那么怎么办呢 怎么样让曾子知道 家里来人了呢 他的母亲在情急之下啊 就把自己的一个手指 咬破了 中国古人说 母子连心 因为曾子是一个孝子 他的心中时时刻刻 惦记着他的母亲 所以他的母亲手指一咬 他的心就痛了一下 马上就知道啊 母亲在家里有事了 于是呢 他就赶紧往家里赶 赶到家里啊 才知道 原来母亲安好 只是家里来了客人 母亲想让他知道而已 那我们现在人听了这样的故事啊 可能会觉得很难理解 不可思议 那是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我们现在人 没有母子连心的感受了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的心目中 并不是常常惦记着父母 而是常常惦记着自己的自私自利 明文利养 五欲六成的享受 想的就是怎么样吃喝玩乐 怎么样赚更多的钱 获得更高的官位 所以自己的心被染污了 不够清静 那就体会不到父母的身体状况了 也看不到父母真正的需要了 所以有人说啊 我们现代人 过着一种忙忙忙的人生 第一个忙 就是一个树心旁 加一个王字 看到这个字 告诉我们什么叫忙呢 就是我们的心 已经不敏锐了 已经不觉悟了 看不到父母家人 真正的需要了 为什么我们和父母之间 不能沟通呢 为什么儿女和父母之间 会有代沟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太忙碌 而无暇顾及到父母的感受 甚至把父母的关爱给误解了 认为是多余的 所以呢 看不到父母的心在想什么 常常呢 误会了父母的意思 那么这呢 就是第一个忙 心不够敏锐了 第二个忙 就是看不见的忙 忙人的忙 第三个忙呢 就是忙人的忙 所以现在很多人 事业很成功 在外面也受人赞叹 但是呢 换得不了家人的理解 父母家人呢 对他怨声载道 最后就茫然 而不知所措了 意思是说 我这么样的忙碌 不就是为了这个家吗 为什么没有人理解我呢 当我们看不到 自己家人的需要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很难体会到 众生 社会 国家的需要 真正在哪里 原因呢 就是这个理都是相通的 你心不清静的时候啊 什么都看不清楚 所以这个忙乱 就让心失去了 清静 平等 绝 所以蔡老师讲课的时候呢 说过一句话 说努力啊 会有结果 但不一定会有好结果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选错了方向 任何时候啊 其实都是一个 力士练心的过程 如果我们做这件事 不仅没有使我们的心 归于清静 平等 绝 而是让我们的心 更加的慌乱 说明我们努力的方向 错误了 所以从曾子身上呢 我们应该反省自己 是不是 时时保持了一颗清静心 是不是忙乱的工作 打乱了我们内心的清静 而看不到周围人 真正的需要 在哪里 如果父母家人有需要 我们都体会不到 这个叫什么呢 古人管这个 原因何在呢 原因在于心 不够清静 所以对于众生的需要 不能够感同 深受 她的痛苦是她的 她的痛苦是她的 我呢 还在忙我的事 这个呢 就不清静了 三行无身 这个三 在说文解字上解释 三 数名 三是一个数字的名 软圆数说说 古人检测繁重 以口耳相传者多 以目相传者少 意思是说呢 古人呢 这个书都是写在竹简和硬板之上 所以显得很繁重 那么传授道业呢 都是以口口相传的多 就是老师口讲 学生耳记 通过阅读 书籍 传授道业的情况 比较少 且以数 济言 使百官万民 一诵 一济 而且呢 是以数啊 来记载人的言论呢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他能够使百官 以及百姓 都容易记送 也容易传达 比如说我们领导讲话的时候呢 经常概括说 我今天讲三个问题 一二三 这样一列出来 条理分明 让大家很容易记送 那么论语啊 以数记文者很多 比如说 一言 三省 三有 三乐 三戒 三位 三谦 三疾 三辩 四教 绝四 四恶 五美 六言 六臂 九思之类 都属于这种情况 都属这种情况 所以古代呢 经常通过数字 来记载别人所传达的意思 那么这呢 那么这呢 都是为了便于记忆 口口相传 三行的行 正玄的注解是 思察 思查 那就是反思观察自己的行为 这就叫行 说文解字 对行 也是这样的解释 是也 是呢 也就是观察 就是看的意思 这个和正玄所著的意思啊 是相近的 所以行 用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啊 省察 反省 反观的意思 三行 那就是从三个方面来反省 哪三个方面呢 第一个方面 为人谋 而不忠乎 这个忠 寻子理论注解 忠 成也 成和实的意思 是一样的 成心 以为人谋 为之忠 也就是说 你成心成义的 为别人办事 就叫做忠 在五轮关系当中啊 讲到君臣关系 臣是君 以忠 所以臣之于君 有成心 是之 意味之忠 也就是臣子 侍奉君主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被领导者 侍奉领导 能够成心成义 把领导 交给自己的事情办好 这就是进到了中心 所以朱熹在 《论语集注》中啊 把这个忠解释为 尽己之位 竭尽全力的 把领导交给自己的任务 完成好 这就是进到了中心 与朋友交 这个鹏和有啊 正玄的注解是 同门约鹏 同志约有 所谓的同门呢 就是指 同处义 师门也 就是一个老师的弟子 同门的师兄弟 这就叫鹏 同志约有 正玄著啊 两人不共学 而所至同也 虽然两个人 没有共同在一起学习 但是 至同道合 这样的人 就称为有 这是讲朋友 与朋友交 而无信呼 这个信 说文解字上讲 成也 从人 从言 会议 这个信就是成 说话成实不期 他从人从言 所以 人言为信 是一个会议字 这个字告诉我们 与朋友相交 必须信实 不期 人言为信 说明人所讲的话 必须守信用 否则 那就不是人 所说的话了 船 不习乎 这个船呢 有两重含义 是一个双关语 一重含义 是老师 传给弟子的 传给我的 我是不是在生活中 去力行了 这个习 就是练习的习 说文解字注啊 说习 鸟 树飞也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这个鸟啊 在学习飞翔的时候 它要屡次地拍着翅膀飞 就是要不断地练习 从中我们体会到啊 船不习乎 就是老师传授给我的东西 我是不是在生活中 运用练习了 力行了 这是其中的一层含义 另一层含义呢 就是我传授学生弟子的时候 我是不是把老师教给我的东西 温习了 力行了 而心有所得 才去传授给学生 古人说 既问之学 不足以为人师 那必须是自己有悟处啊 有体会 才能够再把这个东西啊 传下去 郭毅雪 在吕宅笔记中说 曾子三省 皆知 失于人者言 传 亦我传乎人 传而不习 则是以为助公事之事 而物厚学 其害 犹甚于 不忠 不信也 郭毅雪的这句话 意思是说呀 曾子所提出的 无日三省无身 这三件事啊 都是从失于人的角度来讲的 这个传 就是我传给别人 传给弟子 如果我传授给弟子的 自己事先没有温习 没有力行 没有体会 那就是以自己没有亲身试过的事情 来误导后学 它的害处啊 比不忠不信 更加严重 教寻的 论语补书说 己所 素习 用以传人 方不忘传 智悟学者 所谓 温固而知心 可以为师也 教寻在 论语补书呢 也有这个意思 他说啊 用我自己平时 所身体力行的 来传授给别人 这样呢 才不导致误传 而一误后学 这就是所谓的温固而知心 温固而知心的人 才可以当别人的老师 那么这个呢 就是告诉我们 传呢 有两重含义 第一呢 就是老师传授给我的 我是不是在生活中去力行了 第二就是我要传授给学生的 是不是自己功行之后 有了心得 才去传授生徒 这就是啊 传不习乎 那么在古人呢 一个人要讲经教学啊 要带徒弟 都是必须要开悟 才能够传授生徒 这是为了防止 以盲隐盲 所以我们 在做学问的路上呢 卖出的步子大小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步子 一定要卖对方向 如果卖错了方向 虽然你很精进 很努力 但是南辕北辙 比如说我们从北京 要去哈尔滨 但是我们却乘上了 去深圳的列车 你走得越快啊 离别人 离我们的目标呢 就越来越远了 所以古人特别强调 师诚 自己没有开悟啊 没有获得真实的成就之前呢 不能离开老师 否则自己错了呢 自己都不知道 那么求学问呢 其实最快的捷径 那就是向过来人求教 因为这个路它已经走过了 你不用自己再去试探了 你自己再去试探 那花费了多少的精力和时间呢 走了很多的冤枉路 而人生苦短 我们只要跟着一位过来人 一位好老师 一教奉行 就很快能够成就了 这三句话呢 都是说呀 曾子他每天以这三件事来 省察自身 第一就是省察自己为人办事 是不是尽心尽力 第二呢 就是反省自己 与朋友相交往 是不是做到了诚实守信 第三件事 就是受老师的传授 是不是在生活中身体力行 自己在去传授生徒的时候 是不是自己先练习了 温习了 功行了 做到了中信传习 这三件事都能做得不错 才能够安心地睡觉 所以这三句话呢 就是讲曾子为学的功夫 从这里我们体会到呢 曾子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 虽然很鲁顿 但是他坚持学习 弃而不舍 最后很有成就 所以中庸上也说啊 人一能知 几百知 人十能知 几千知 果能此道矣 虽于 必拧 虽柔 必强 曾子呢 可以说啊 把这一句话 很好的 例行在 求学之中了 虽然他 很鲁顿 不是很聪颖 但是还是 因为传承了 孔子的道业 而被尊称为 宗圣 孔子被称为 至圣先师 曾子呢 被称为宗圣 也是成为一代圣人 那我们从这里 体会到呢 一个人成就的大小啊 和他的天资 聪颖 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和什么有关系呢 和他 好不好学 有关系 和他是不是老实 听话 真干 有关系 那我们再看这第一句话 为人谋 而不忠乎 为人谋 从广义上来讲 就是做事 也就是服务于大众 这件事情 天天都要做 很多人说了 也没有什么人 找我替他办什么事情啊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 只要与人交往 我们就要对别人 所委托的事情 尽心尽力 比如说我们在一天当中 无论是从事哪一个职业 都有分内的事 比如说我们当老师的 在备课的时候 是不是尽心尽力 把这个课备好了 把学生带好了 而不是啊 为了拿一些啊 工资 终点费 漫不经心的备了一点课 应付领导的差事 如果我们是公务员 我们每一天朝九晚五的 来到了办公室 是不是端茶 看报纸 再翘着二郎腿 混过了一天 把自己应尽的本分 应负责的工作 是否尽心尽力的 完成了 即使我们是一个店员 我们是不是按时上下班 是不是为老板 为顾客 尽心尽力的服务 让他们对我们的服务态度 感觉到很满意 纵然我们没有什么工作 只是一个家庭妇女 我们从早到晚 是不是把家事 做得整整齐齐 有条不紊 对家庭 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尽心尽力的 照顾到了 这就是为人谋啊 只有那些不和人接触的人 才不需要为人谋 不需要尽心尽力 所以啊 我们学了这句话 怎么样去例行呢 从广义上说 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人在一起 就要想到为他人服务 为他人着想 这就是为人谋 第二句话是讲 与朋友交 而不信乎 从广义上讲啊 这个朋友 就是和我们同辈分的 地位平等的人 和我们地位平等的人交往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做到了 言出必行 诚实守信 孔老夫子说啊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大车无泥 小车无月 其何以行之哉 说一个人如果言而无信 就像这个车子啊 古代的时候是马车牛车 大车就是牛车 没有泥 小车就是马车 没有月 这个呢 以我们现在的话来比喻啊 就像这个车子的发动机一样 这个是车子最关键的环节 如果我们言而无信 就像这个车子啊 没有发动机一样 在这个社会上寸步难行 为什么呢 因为你说的人家不相信 你做的人家也有怀疑 对你这个人呢 生不起信心 所以做事呢 就有很多的障碍 那么这个有信 与朋友交 有更深层次的含义 怎么样才能做到有信呢 就是佛教中所说的 真于者 实于者 如于者 不狂于者 不妄于者 这才是真正的做到了 言而有信 所以要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呢 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见到 诸法实相 没有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 就会把虚幻的当成真理 然后去传播给别人 认为自己所见的 就是实相了 眼见为实吗 实际上不知道 所见的一切都是虚幻的 哪有什么真实可言呢 我们没有见到 诸法实相 就很难做到 言而有信 那么学习这句话 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要怎样 确定人生的目标 人生最重要的 就是要求道 要明心见性 你所见到的 才是真实的 你所说的 才不是妄语 所以师父上人教诲我们啊 明心见性 比什么都重要 为什么要建立汉学院呢 建立汉学院 不是搞佛学 搞儒学 搞道学 而是要培养学儒 学佛 学道的人 每一个人 每一个学生 从这里毕业的时候 不是圣贤 也是君子 或者用佛教的话来说 都要开悟 都要明心见性 这个教学 才有效果 所以你没有明心见性 没有见到 诸法实相之前 都不能说是 言而有信 第三句话讲 传不习乎 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呢 它是一个双关语 要简点 老师教我的 是不是做到了 还有我教给别人的 是不是首先 公行了 如果我传授别人 自己还没有完全做到啊 这样的话呢 说起来呢 就没有说服力了 那么这三句话呢 实际上是教导我们 三桩事情 第一 好学 近乎智 无论是求学 还是求道 无论是求世间的学问 还是出世间的学问 都必须好学 喜学 愿学 这样才能成就 我们看呢 凡是在历史上 有成就的人物啊 都不是老师逼出来的 都是师父领进门 修行 在个人 全都是靠自己 主动自愿的去学习 要废寝忘食的去用功 这样才能够有成就 增子 就给我们 做出了一个 好学 近乎智的榜样 在群书之药 增子 修身篇呢 给我们讲了 增子是怎样好学的 君子 供其恶 求其过 抢其所不能 去私欲 从事于义 可谓学矣 君子啊 能够供其恶 责备自己的不良行为 自己的过恶 求其过 这个旗呢 也是自己 求自己的过失 而不是去看别人的过失 增其所不能 自己还不会做的 或者做的不够好的地方 要加强 要勉励自己去做的 尽善尽美 去私欲 就是要磕除自己的私欲 从事于义 做事情呢 都要按着义的标准来做 这个义的标准呢 就是如是道的三个根 弟子龟啊 太上感应篇啊 十善业道经 凡事 包括起心动念 都要符合 这三个标准 这才叫从事于义 这样做啊 才可以称得上是学 君子爱日以学 即使以行 男者服辟 义者服从 为义所在 这句话就是讲呢 君子要珍惜时日来学习 古人学习啊 非常珍惜时间 废寝望时 挑灯夜战呢 投悬梁 追赐古 这样的发愿 这样的发愤读书 日担就与 日担就业 昔尔自省思 以末其身 亦可谓守夜以 每天早晨 起来 就公至学业 到晚上一天要结束呢 还要自我反省 减点 看看今天自己哪一条 做得不够好 这样一直坚持到老死 一辈子啊 都坚持不懈 这才可谓 坚守学业啊 那么这呢 也是曾子把他自己的学习心得啊 和我们分享 我们看他自己说 自己无日 三省 无身 确实呢 每一天 都是从这几个方面 这三个方面呢 多次反省自己 否则呢 他也提不出 这样好的体会和教诲 后面呢 还有一段啊 表现曾子好学的话 君子既学之 唤其不博也 既博之 唤其不习也 既习之 唤其不知也 既知之 唤其不能行也 既能行之 唤其不能以让也 君子之学 至此无者而已矣 君子学了之后啊 还担心自己学得不够广博 担心自己学了之后呢 没有很好的去运用 即使运用了 还担心自己不能真正的去理解其中的意思 也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这样做 既理解了自己的意思了 还担忧自己不能够付诸行动 既能在生活中实行了 还担心在行动上做到 做不到 谦让 换其不能以让也 所以君子之学呢 就是把这五个方面 全都做到了 那我们读论语啊 看孔老夫子也这样说 实事之意 必有忠信如秋者耶 不如秋之好学也 附近呢 一定有忠信的人 但是他们都没有我好学 所以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 什么原因呢 就是靠好学成就的 所以好学近乎至 为什么用近呢 好学和智能够接近 因为这个智慧 是我们本性中所自有的 像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 何其自性本自具足 何其自性能生万法 所以这个智慧是本有的 本性本有 只不过是被外物所蒙蔽了 那么通过学习啊 就可以去除这些染污 最后怎么样呢 把自己本有的智慧 发明出来 所以这里边用的这个字 是近乎至 用得很到位 那我们在生活中的学啊 不能靠别人逼迫 必须自己要知道 学的意义 学就是要学圣贤书 学做圣人 所以现在我们说学习学习呢 西方人都理解是 学知识 学技能 而中国人学 他是有目标的 就是学道 学圣贤 最后成为圣贤 所以学什么 重要呢 换句话说 就是儒家的四书五经 十三经 四库全书 道家的经典 佛家的经典 这里边呢 都是古圣先贤 心性的流露 都是和自性相通的 要学啊 就要学这些 所以我们看古代的皇帝都很好学 哎 我们现在人也很好学 特别是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啊 很多人好学啊 学的内容和方法 与古人不一样了 所以结果呢 也就完全不同 古代的皇帝要学的时候呢 一定是请一个通达如是到经典的人 来给他呢 到宫廷讲经 他要带着文武百官一起学习 那么这样的话呢 全国上下的思想高度统一 比如说我们如果呀 全国的领导干部 甚至全世界的领导人 都共同学习群书制药 依照群书制药的标准 来办理政治 来处理国际关系 那么相信很多问题 都将迎刃而解 世界大统 世界和谐 就并不遥远 那么到了清朝的时候呢 清朝慈禧太后他当政了 他也很喜欢呢 他也去听 结果每一天呢 好像如是到的大德呀 都是在讲他 结果他盛怒之下呢 就把这个宫廷讲经的传统 给废弃了 古人说三日不读书 面目可憎 人不学圣贤书 自私自利的心和欲望 就自然升起来了 那么这才导致了 清朝政府的腐败 最后呢被颠覆 所以清朝的父王 并不是因为讲诵 学习传统化的结果 恰恰是因为废弃了 传统文化的结果 那我们考察历史呢 也知道啊 凡是在历史上 稍有成就的皇帝 他们都非常尊重历史 熟读圣贤书 以史为鉴 特别是我们看唐太宗啊 贞观正要 我们看到他对于历史的经验 非常的重视借鉴 而且特别重视呢 儒家的经典 以儒家经典呢 作为治国平天下的依据 所以我们好学 才能够近乎至 才能学成圣贤 那么由此呢 也让我们学到 我们现在党校的教学 党校教学的内容 和古代不一样了 中央党校啊 用过去的话来说 那就是国家的太学 是为国家培养领导干部的 重要机构 那么古代的太学学什么呢 学的全是圣贤经典呀 那我们看 学圣贤经典的效果 是什么样的呢 在朝中有一位谢总啊 他用七天的光盘教学 就能够把一个领导干部 由恶变成善 由谜变成物 由贪污受贿 变成连结有手 用了七天 还不是啊 老师现场教学 还是光盘教学 那么传统文化的效果 如此之明显 我们试想一想啊 到党校学习的学员 基本上是三个月的 半年的 长还有一年的 如果这一年时间 半年时间 全都学习传统文化 全都学习群书制药 那我们想象得到啊 半年之后 这些领导干部出去了 再也不敢贪污受贿了 你送钱给他 他都不敢收了 可惜的是呢 我们对传统文化 丧失了信心 所以安排的课程呢 很少 那么现在呢 经过十八大之后 习主席的讲话 强调学习传统文化呢 这个传统文化的比重 略有增加 但是一个学期呢 也只有一堂 关于传统观德的课 所以是杯水车薪呢 很难解决问题 所以这个党校教学啊 它可以成为我们的制度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如果把它内容全都变成传统经典 方法坚持啊 古圣先行的方法 那确实啊 能够起到教育的效果 确实能够转恶为善 那我们现在呢 现在人求学有障碍 成就不了圣贤 这个障碍是什么呢 大学上说 君子有大道 必忠信以德之 交代以施之 我们看了这一句话呢 就对古人特别的佩服 一句话呢 就把这个原因给找出来了 为什么这么好的道 不能够到处红船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交代而失之 大道啊 必须是以忠信的心 成静的心来学习 才能够入门 才能够获得 如果自己很傲慢 对古圣先贤 没有恭敬心 对古圣先贤 所传下来的文化道统 含有怀疑 含去批判 那这样的焦慢心 一升起来 就学不到东西了 所以我们听师父上人讲经啊 曾经提到 他的老师啊 跟他说过 他们这一代学佛的时候呢 是要跪着 把佛法求来 而当师父这一代啊 去教学生的时候 要怎么样呢 需要跪着把佛法传出去 那么这一个对比说明什么呢 说明现代人对古圣先贤的正法 越来越丧失了恭敬心 但是像老法师这样的 慈悲的视线呢 就是不忍众生苦 不忍胜教衰 他呢 不惜呢 忍辱 低下身来 忍受啊 各种的波折 苦难 甚至是恶意的诽谤 终伤 也要把这一个正法 传下去 这就是菩萨的慈悲之心 常做众生 不请之有啊 那么这样的人呢 确实是 没有我 才能做到的 有我 就做不到这一点了 所以古人说呢 一分成静 得一分利益 十分成静 得十分利益 那如果我们对 古圣先贤的教诲 没有成静 我们就丝毫 获不到任何的利益 那么即使这个人 是凡人呢 你把他当成圣人来看待 你从他身上 所学到的 就是从圣贤人那里 得到的利益 如果这个人 是圣贤人 是佛菩萨 但是你啊 把他当成凡夫俗子 来看待 就是佛菩萨在面前呢 我们从他身上 也得不到任何利益 这全都是内心的恭敬啊 所导致的 所以我们同在一个地方 修学 有的人修学 提升很快 有的人修学 却没有什么提高 或者提高的很慢 原因的何在呢 原因就是我们的存心不同 就是我们的忠信 交态的态度不一样 所以曾子说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重点讲什么呢 重点就是讲忠信 忠信 忠信 是学习的要点 也是传授生徒的要点 所以啊 大学上说 忠信已得之 交态已失之 论语上也说 主忠信 无有不如己者 还说呀 子已四教 文行 忠信 这些都是讲忠信的态度 对于我们求学 是至关重要的 这个告诉我们 有的人能够学成 有的人却学无所成 主要就在态度不一样 那我们从这三句话中学的第二点呢 就是啊 例行 近乎人 我们学 不是学知识 学道理 而必须在生活中去落实 去身体例行 所以论语开篇就说 学而时习之 不亦悦乎 如果没有例行 就体会不到 例行的喜悦 像论语上啊 孔老夫子多次赞叹的弟子 就是颜回 他说 闲哉 回也 一单石 一瓢瓶 在漏象 人不堪其忧 回也 不改其乐 那么颜回 乐在何处呢 颜回他 乐在 道中 他学道 有所得 每每把老师传授的东西运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有所体会啊 有所提升 心中的喜悦 就像泉水一样 源源不断的涌出来 所以他体会到了这种法喜 古人所说的禅乐为食 那么有这样体会的人呢 世间的这种快乐 对他就没有吸引力了 所以昨天师父上人讲经啊 昨天是大年三十 师父讲经呢 忘了时间 完全呢 入了三昧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种 喜悦在其中 所以我们学 学儒 不是搞儒学 博学之 审问之 圣思之 明辨之 最后还有一个 力行之 如果没有这个力行呢 就体会不到 学习的喜悦 那么第三个道理呢 就是支持 近乎勇 为什么要反省呢 反省 就是知道自己的过失 进而能够改正自己的过失 这个就叫支持 近乎勇 这个勇 就是勇于改过 古人说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过而能改 善莫大焉 我们都不是生而知之 没有一个人生来 就是圣贤人的 都是从一点一滴 学为圣贤 是问自己人生中 哪一个人没有犯过错误呢 重要的是呢 不二过 不在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这就是成圣成贤的道路了 所以一个人能知过 并善于改过 没有比这个善更大的善了 所以说 善莫大焉 那我们 学习传统文化 例行弟子规 改过自心 之所以能够成圣成贤 有这一个自信 就是因为 人之初 性本善 人皆可以为遥顺 所以不要自卑 也不要不自信 不自爱 既然人皆可以为遥顺 为什么我不能呢 孟子上说呀 顺何人也 于何人也 有为者亦若是 既然顺能够做到 我通过努力 也是能够做到的 这就是弟子规上所说的 物自报 物自弃 圣与贤 可寻至 那我们今天呢 就学习到这里 不足之处 欢迎大家 批评 指正 谢谢大家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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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